Lio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葡萄牙人 這場比賽是漫遊戰士杯2的比賽 這張地圖是開局史城市中心 在這個小島上 村民需要透過運輸船 運到這個島上去伐木 踩金石頭 才可以正常營運 所以這張地圖非常考驗玩家的手術 還有對於運輸船的操控 這場比賽是瑪雅人對葡萄牙人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藍方哈特選擇的文明 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特色呢 四歲的黃金兵都是八折優惠 火槍火炮 還有這個 火槍火炮 只要頂下火神槍 就有這個彈道學的效果 算是他的比較有特色的東西 那後期呢 也可以考慮打這個八折的騎士 或是僧侶戰 也都是沒有問題的 整體來說 葡萄牙人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缺點其實沒有大陸馬而已 我覺得也不算是一個太嚴重的問題就是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瑪雅人這邊的文明特色 瑪雅的文明特色呢 是他的兵種呢 只有步兵跟弓兵而已喔 而且他的老鷹呢 是只有黃金果 可以讓他的血量變成100滴血喔 非常的可怕喔 那瑪雅人的弓兵單位呢 是有這個折扣的關係 所以他很適合走工兵路線 這搭配自己的白血老鷹喔 後期呢也有大沖車喔 但是沒有工程工程師 稍微弱一些喔 那瑪雅人最有特色的東西 還是他的資源喔 可以再踩得更久一點喔 那這個黃金啊 石頭啊 都是可以久一點的喔 所以他在一些 情況來說 他在前期喔 如果有打獵的情況下 經濟會再更好一點喔 那在這連捕魚的話喔 我記得捕魚也是可以讓我再更久一點喔 那我也不確定 到底有沒有做這些更改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會怎麼打封建事態吧 那這張地圖呢 是一個海陸混合圖的關係喔 所以在前期會有個分支選項喔 第一個就是 你會先去五個人伐木之後 蓋下第一個碼頭 然後蓋完碼頭之後呢 按四哨魚船或是五哨魚船 然後再去對方家裡 蓋新的碼頭 然後三個人挖金 或四到五個人挖金 去打出這個雙碼頭 火戰船 燒對方漁產的策略喔 這張地圖打起來算是 要求很多喔 如果你打得出來的話 對方壓力會很大 但是 對手也是頂尖選手 如果你就算真的蓋了碼頭 單碼頭的話 還是很有可能是 打不下來的 因為他有可能再直接補一個碼頭 直接雙碼頭壓制你的碼頭 也是有可能的喔 所以這張地圖的打法算是 蠻有 蠻有分機的喔 並不是說 單一一個選項 就能達成你要的目標喔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 瑪雅人這邊是要打 封建時代囉 19匹 速封建 那有可能要去蓋碼頭了嗎 好 這裡是決定為家 沒有打算要出門 哈特這邊也是點下的封建時代喔 兩邊都是打封建 好 這村民要一直暈過來 真的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好 上面還有幾隻牛 也可以把這個牛 放到這個島上裡面 讓出來的村民吃 好 拉了兩隻村民過來 看來是想要蓋碼頭囉 這兩隻村民 但是是不是有點慢了一點呢 好 瑪雅人這邊偵查要做好 要注意看 有沒有來偷偷蓋碼頭這件事情喔 好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老鷹剛好 欸 看到了 好 看到了 看到碼頭 老鷹過來追一下 但是 瑪雅人 這裡沒有找弓兵 Skomin的赤猴攻擊力已經來到了5點 現在 鷹赤猴對偵查騎兵 傷害是會容易打輸的 所以最好是要多拉一些村民過來 好 這個碼頭 終究還是能蓋好 那這邊 運輸船也拉過來 想要過來打架嗎 拉過來 還是要把他圍起來插箭塔呢 但是走出來了是不是 哇 這兩隻村民走出來打架先 集火這隻老鷹 老鷹直接倒地 伺候騎兵 趕快拉走 看起來 碼頭 還是成功蓋好了 OK 那現在 葡萄人 是決定三機 五艘魚船 然後走這個碼頭 燒船路線 那我們剛剛有說這個繁製手法也很簡單喔 你只要在補個碼頭在家裡喔 也可以 搞好喔 或是你踢倒偵查也是個辦法 那這邊呢又變成來到打海戰的環節 前期可能會多打海戰喔 好那這兩隻村民接續要幹嘛呢 喔這裡居然有洞 又想來蓋 好這裡用火戰船燒一下 這兩隻村民居然沒有回家反而是想要繼續搞事 HART這一波打得很激進啊 那Mintrest這邊是打得非常穩定 四艘火戰船 已經開始瘋狂輸出了喔 好第五艘火戰船也出來了 自爆法 跟兩個火戰船 好後面 圍下 殘血的村民 還在追 兩隻拖四村的經濟 其實蠻好的喔 OK自爆法出來炸個一波 漂亮一次炸到了三艘戰船 HART這一波炸得不錯 但是碼頭的進攻已經要 結束了 好這裡又補了一個 箭塔 好取消 再把這個弓補起來 殘血的村民剩6滴血 好挖個石頭 裡面的村民 有機會逃得了嗎 這裡面有胸木牆 走進去開始扁人 這裡再圍起來 好再圍 火戰船開燒 OK 變成熟人了 他們本來很不熟 現在也熟了 好 現在 瑪雅人 是繼續走正常的路線 我們剛剛在看這裡的時候 他們還在繼續運這個村民 這也是這張地圖最麻煩 也是最累的地方 好 運輸船要一直控 所以我就說這張地圖 一定要控制好你的運輸船 而且你也不能直接運運同的方向 不然那個地方村民就太多 那這個地圖其實是可以圍的 這樣子小微就可以把你的湖面都守住 這樣的對方就不會再突然繞幹 來蓋個碼頭或者打個海陸進攻 所以我覺得Manchester這樣把整個湖給圍起來 我覺得是最好的 那我們剛剛說那種小微的圍法 就會有風險讓對方來繞幹 來偷蓋你的碼頭造成你的海域經濟損失 好那現在哈騰已經升到了城堡時代 決定先開了城鎮中心 還有一根城堡準備要來打風情砲了 那蠻好人遇到風情砲的情況 通常也可以轉投石車或者是工兵路線 繼續打也就行了 因為其實風情砲是蠻害怕 不是蠻害怕 就是用工兵單位去打也是行的 只要你數量夠多 用點發的方式去點的話 是可以獲得這個一點的射程優勢 所以通常風情砲呢手勢比較短的 後期呢蠻亞人是有八點射程 但是在城堡時代來看 蠻亞人要打風情砲 最好的辦法還是要用投石車去應對 好那蠻亞人這邊是決定要轉工兵 羽毛劍射手 這個射程還會比風情砲更短喔 我記得羽毛劍射手的射程是四點射程 而且傷害值也比這個強弩少一點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明確斯特這邊會怎麼用 羽毛劍射手去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好但是這邊羽毛劍射手 並沒有打算要去處理風情砲 而是直奔對手家裡 但是葡萄這邊是一個小微 這個是微半套的 可以看到這個湖面喔 還是有機會可以變成海陸進攻喔 好這裡先射掉一個哨戰 左邊這個風情砲已經可以摸著到城鎮中心了 瘋狂開炮投石車也來了 馬爾人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他的生旅科技有點可惜 遇到這個情況比較被動 即使現在轉出了老鷹喔 也不太能打這個隊型喔 因為你的數量要夠多才拿得下 不然風情砲打步兵可是很痛的 他對步兵有加2點的傷害值 所以老鷹呢 在這個現階段來說 是不太能去應對的 明確斯特一個很標準式的 轉出了投石車 應對方法正常 這裡偷蓋了一個碼頭 想來一個海陸進攻 但是被發現了 波戰船過來燒一下 這一波風情砲走進來 哈特點下地龍時代 那城堡 待會要開始繼續前置囉 那這邊明確斯特的進攻目標 就會比較需要去思考 要進攻這個墓區呢 還是要進攻左邊這個城堡了 哈特這邊城堡 第二根城堡很關鍵 看他是要補在哪個位置 好有可能補在這嗎 好650石頭已經有了 拉了很多村民出來 好原本的城堡中心 還在按村民啊 OK 現在城堡補在前方 決定要進攻左邊這個區域 馬爾人這邊經濟有點炸裂 這裡用了奴炮戰船 先稍微防守 那馬爾人的戰船方面 是沒有火炮戰船的 也沒有這個德羅蒙戰船 所以他對於海上進攻的 這個射程優勢並不大 沒有辦法用火炮戰船 或托車戰船 以海上去進攻陸地的單位 你看這個奴炮戰船 也完全打不贏同時車 所以很尷尬 馬爾人這邊海戰不行 森綠也不行 遇到工程系文明 就只能賭個一把 剩帝王時代黃金國 對應才有可能比較好輕鬆解 不然就是要趕快把這弓箭等級 升上去三級射強奴之類的打法 都是可以預見的 但是對於馬爾人來說 我覺得最好解的辦法 還是用黃金國去處理 這些工程系會更適合 那葡萄牙這邊的打法 會比較偏向於火炮 加上巨型投石機的潛壓路線 那如果大家會真的遇到黃金國的話 葡萄牙人可能還要考慮轉騎士 會比較OK一點 但是現在葡萄牙打算要來個海陸進攻了 海戰方面有打算要去做處理 而且現在已經可以出火炮戰船了 好 電用時代還有兩分鐘 現在右側的位置 風情砲也在打破 這裡有個洞打出來了 風情砲這一波打得很好 現在明確實村沒出還是領先 100吋對上92吋 兩台投石車 現在看 拍一下 好 但是投石車如果被擊火的話就有可能拿得下 但是火戰團出來 逼退一下 現在馬爾人可能要戰船要多按一點 才不會失守海域 好 那現在明確實這邊也是想要走海戰 欸 結果這裡怎麼一台衝車偷偷過來頂 差點頂掉了這台巨型投石機 但是很可惜並沒有得逞 哈特這一波的攻勢非常強大 右邊的風情砲也已經深入到 右邊的經濟了 怎麼辦 這裡沒有投石車 聰明開始吃子彈了 但是風情砲還沒有轉精銳喔 好火炮已經轉出來了 火炮可以稍微打一下 但是火炮沒有空 把我後面圖炮戰劍給擊火 還好殘血往後拉走 好再修理一下 好 馬爾人果不其然 轉出了英勇士的升級 這裡真的只有老鷹 才可以拯救世界了 其他東西真的沒辦法 那葡萄這邊就要思考 要不要去升級精銳風情砲了 如果看到老鷹升級的話 第一件事情 不是轉騎士 就是升級精銳風情砲的升級 好 只有這兩個選項 大老是覺得走騎士路線 可能會更好一點喔 出關時間比較快 而且抗老鷹效果也不錯 而且又有八折優惠 所以 現在兵就要看哈特 這邊的覺得是這樣 但如果哈特這邊要轉騎士的話 這邊農田就要多灑一點 現在田的配置並沒有 甚至連一級農田都沒有點 所以這邊轉騎士的路線應該是看不到 可能還是會繼續走 工程器方面 甚至直接轉出火槍來打 老鷹喔 好 正面的碼頭出的船 直接被打噴出來 碼頭不能再放船了 現在船一艘一艘的出來領便當 裡面還有一個火炮戰船 馬爾人這邊戰艦的數量非常穩定 左邊這個火 巨型投石機要被拿下了喔 這個位置不是很好 哇 看到已經來不及了 這邊四台巨型投石機 要拆除這個城堡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看起來哈特這波攻勢已經做到了很好的效果 臭敏樹差距已經打開來了 105吋對上117吋 但是哈特這邊轉出了 重型梨根 剛講完你沒有中鐵馬上就中鐵了 那很有可能是要轉騎士了喔 好 那馬就要往前補嗎 好 現在右側還有一台風情怕海活著 快拉個戰艦去處理一下 好 瑪雅人點下了黃金國老鷹 好 馬就開始往前補 目前來說 兩邊的對立方法就是相當標準 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沒有任何的失誤 這個就是頂尖高手們 會做到的事情 好 這邊有看到人家在偷挖金礦 要不要拉卡風情炮去處理一下 待會白血老鷹出來 事情就大條了 葡萄人知道這個情況 趕快轉農田 但現在農田不是很穩定 黃金的數量也是 雖然黃金現在有1000塊 但是如果大家會把科技全部點完 這個1000塊黃金馬上就花完了 好 白血老鷹三防登場 攻擊力9點 近戰防禦3點 所以用騎士打會相當好用 來了 風情炮沒有精銳 這根城堡有點尷尬 風情炮打不動 白血老鷹 哇 這個坦度太猛了 但是這裡怎麼是用駐守模式呢 明確實這邊有點操作失誤 好 老鷹就看 眼睜睜的看這個城堡要蓋好 吐了 反正這個城堡可能會有點難蓋 就是已經順利蓋好 就沒什麼問題了 好 蠻有人這邊點下了縱火技術 現在騎士 縱裝騎士升級好 火炮打一下 後面的火炮想要逃 但是這裡火戰船 奴炮戰船也在輸出 這裡再打個一炮往後走 但是巨型投石機六台 都在這個角落瑟瑟發抖 這裡還入血防 有機會擋得住這一波老鷹 衝鋒嗎 好 騎士終於登場了 但是騎士直接被擊火秒殺 後面的老鷹也在繼續扶了過來 目標就是要把這些巨型投石機給拿下 拿下的話 你就沒有進攻的能力了 老鷹這邊繼續給壓力 但是騎士慢慢擋住了 OK 八折騎士相當便宜 一隻騎士只要60塊黃金 但是破爛騎士是30塊黃金 黃金價格還是破爛的比較誇張 OK 現在鐵鎧甲眼睛點下了 好 六個巨型投石機 現在在後方 還是要等個機會再出門 現在是黃金國的最強的時刻 帝王是在初期 剛點完 剛出關的時候 那現在騎士一定要先憋一下 好 鐵開插油了 後拉 戰船拉過來打架 風琴炮輸出 正面扛線 這一波硬扛 完蛋了 風琴炮 被吃光 右側的老鷹也抓到了 波塔這邊很多村民 那葡萄家裡其實是沒有維持的 所以老鷹還是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往裡面溜進去做一波騷擾 但右邊的經濟還好 並沒有發展太多 可以算是即時止損 OK 那現在風琴炮還要再去走嗎 欸 金瑞風琴炮 沒有打算放棄 風琴炮配騎士 帕特打的是非常大傻臂 一直傻臂 一直爽 那錢有這麼多可以花嗎 好 金瑞風琴炮點下 對步兵一樣是2點 但是基礎傷害上升到了2點 遠防也比較高 但是正面突襲看起來 黃靖國老鷹坦度還是相當足夠 那現在明確實的攻擊力 要趕快提升上去會更好一點 但是現在傷害還沒有提升 擋這些老鷹還是擋到有點頭破血流 但後方的風琴炮打的傷害也是非常的高 好 打步兵效果真的不錯 欸 但是空爆彈 OK 再打了一發 騎士還在扛 騎士能扛得住嗎 還有3隻 但是後面的老鷹又來了 風琴炮數量慢慢堆疊起來 來到了15台的數量 騎士還要再繼續補 在正面要繼續給壓力 明確實的沒有打算要頂2攻 他這一波就是要用老鷹淹死你 阿神能不能守住這一波的壓力呢 OK 重傷騎士 點滿了防禦力 近戰防禦5點 老鷹現在打一下只有5滴血 好 這邊直接硬吃 村民這邊被戳到頭破血流 哇 又戳倒了一隻 騎士過來救一下 挖金礦的村民們 騎士這邊防守 擋住 正面的部分 老鷹過來送光 3台 4台巨型頭C 這裡拿下了右邊的城堡了 馬亞人就可以開始從右邊這裡 偷偷來挖金礦 但是哈特也是拉了一些騎士 砍了15隻的村民 哈特這一波打得不錯 好 現在明確實的發現 有點打不太贏正面了 趕快補下了攻擊力 那現在火炮數量已經全部喪失 待會還要再補一些火炮才行 不然這個巨型頭C 要用騎士上去對打了 不然就用巨頭靠賽 打到一發 有機會 躲掉了 哇 這個躲到了高地傷害減少 沒有直接一發打掉 這一波哈特 有點尷尬 本來好像有機會的 右側的位置 村民也有在補 補到了也快要10隻左右 不過人把右邊這塊黃金地帶拿下來 對於黃金國繼續的輸出 是很有利的 正面沒有騎士 這一波哈特出現的失誤 讓明確實有機會 抓掉這些巨型頭C 村民要趕快拉過來修理才對 還有風情砲會自動開火 村民拉過來修理 這麼多的巨型頭C 明確實有看到 怎麼辦呢 要聚集一波大碗的在中間嗎 但是右側的老鷹 要直接手撕城鎮中心了 城鎮中心被打破 左側這邊騎士還在巡邏 這裡又一波衝鋒被騎士擋了下來 明確實很想要讓哈特分散注意力 好巨型頭C先架起來了 你過來我就開始反擊 先拆你殘血的 漂亮 直接帶走 但是後面巨型頭C也在輸出 這裡要拉村民趕快過來打 但是對方巨型頭C有高低優勢 但這邊騎士一致排開 直接應戰白血老鷹 白血老鷹大量往前衝鋒 但是騎士的優勢實在是太大 後面雖然有城堡的輸出 但是城堡並沒有打到太多的傷害值的感覺 後方的風型炮輸出也是非常痛 這波風型炮想要守住後面巨型頭C 但是好像沒機會 騎士數量開始慢慢減少 巨型頭C被拿掉兩台 第三台可能也會被拿下 完蛋了 哈特這一波工程可能會有點失靈 怎麼辦呢 要撤退了嗎 好 但是還好 這個殘血的巨型頭C 有機會嗎 哇 又拿下了一台 哈特這一波打得有點尷尬 騎士補的不夠多 剛剛左邊的騎士 沒有及時回救正面 好 現在換明確實的 開始反攻了 但是白血老鷹數量目前不夠 左邊的騎士一旦回來救了之後 正面的騎士數量開始穩定了起來 哈特的黃金數量已經來到了極限 只剩下前線的六個人挖花金礦 要是哈特這一波再不拿下來 那要投降的或許會是哈特嗎 好 不確定 看起來哈特是有點尷尬的 怎麼辦 黃金不夠了 瑪雅人還有二十六個人在挖金礦 好 結果打出GG的是明確實 我們恭喜哈特拿下比賽勝利 結果最後是瑪雅人打GG 沒有辦法 老鷹數量雖然一直噴 但是三攻沒有點下 傷害是差了蠻多的 而且他後面的黃金 沒有辦法再繼續穩定開場 雖然能暫時繼續踩 但是終究你還是要到前線 去跟哈特爭取這些金礦才行 那我是覺得瑪雅人這一波 已經打得很好了很好了 但是哈特的騎士 我覺得轉的還是比較即時一點 判斷也相當正確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哈特拿下 木材跟食物的勝利 瑪雅人拿到黃金跟石料的勝利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歡迎大家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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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